每次出去玩 至少跑一万公里 多的时候能跑个两万公里 这趟出去带着我那辆拖挂房车 跑了是九千多公里 差一点不到九万公里 不到一万公里 正好也该给车做个保养 借着这个机会 咱们到4S店 请师傅们给咱看一下 看着我这辆国产的SUV 带着那辆拖挂房车 跑了一万公里 看对车有没有什么影响 看车有没有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质疑 就老杜你那国产SUV 你还去拽拖挂房车 你也太高看你那辆SUV了 我就不信这个鞋 国产SUV怎么了 国产SUV就不用带拖挂了 我这辆车1.5T的发动机 虽然动力不强 国道省道 本身车也多嘛 咱跑个六七十七八十 也比较轻松 高速上踩着油门往前跑 跑个一百一百一 也不是不行 但是对于拖挂房车来说 咱跑那么快干啥 对于喜欢自驾旅行的朋友们来说 你跑那么快干啥 国道省道跑个五六十七八十 还不行吗 可以了 要什么自驾车 对不对 如果我们来说 要什么自驾车 没有自驾车 对于我们的宣传 他们都被人家 他们被人家 那么大人家 在家里的家里 你行 我行 我行 你行 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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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其实吧,一开始我换车的时候 其实是想买这款车 这款车 这个六个座,七个座都有 包括家里人其实也比较多 一开始其实想换一个MPV 但是 看了半天之后媳妇没同意 所以说在媳妇的主张下 就买了那款 东风风行的T5城市SUV 这款车其实我觉得也不错 空间也够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航空座椅 还带腿托 后边还能坐两到三个人 后边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现在我是坐在这款车的 第三排空间 腿部这边位置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翘二王 尤其是这两个座椅 坐上去可能是非常舒服 哎呀,当时媳妇就是没同意啊 哈哈 如果当时要是不吞媳妇的买了这款车 估计也就没有后来的 我的那些所有的SUV的自驾路营的装备了 哈哈哈哈 这款车的航空座椅全部是电动调节的 还带一个充电接口 还是很给力的嘛 现在师傅已经开始做保养了 哈喽,你好 怎么样啊,我的车 哈哈,脏不脏 那车保养的不错 保养的不错 稍后一会儿中间给他看看底盘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趟出去开了一万公里带了个拖挂 哦 祝你来看看那个 后边的减震啦 然后轮胎啦 然后底盘有没有问题 帮我看一眼 哈哈哈哈 鞋都黑不黑 黑了 黑了 黑的很脏不脏 不是说很脏的 反正到换来的时候 别跑了一半 还有点红头 还行 这灭的地方 这个地方你看到有没有问题 就这种地方 这没事 没事 这都干净了 正常话都 它要坏的话 它又漏油了 哦 看这没事 哦 那就没事 看我这 哦那啥玩意儿都是 黑的都是油 你这件那儿可能可能有了 哦这个件这儿 载往立 就那个帽儿下边 帽载往立 载往立 对 我眼神不好 我看不着要的 应该 现在是发现了点问题 师傅在清理 这个地方是去年走丙叉叉叉磕的 把这个排气管磕回去了 这边可能有点漏气 但是这个没有影响 支币师傅检查完都没有问题 现在唯一发现的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属于是变速箱的下边 然后有渗油的迹象 看的话就断了 哦断断了 你没事没事没事 现在师傅检查说是那个感觉不像是变速箱往外渗油 然后 现在是要把电瓶拆掉 拆掉之后就能看到了 刚才来的师傅说是上边有油 可能也是从别的地方见过去的油 但是 这个车里边又不知道是从哪个地方渗过去的油 也不可能是从哪些地方渗过去的油 对吧 真卡不住了 现在是接着拆 把那个固定电瓶的架子拆掉 拆掉之后就能看到下边是个什么样子了 现在拆开了 显示那上面也不知道是油 不知道是水 那油也不能漏到那儿啊 搞不明白 师傅也搞不明白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些东西 现在我跟师傅都感觉特别的奇怪 就是那个电池的电片背面 全是油 这现在问题关键是他不知道从哪来的油 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 哎呀朋友们奇了怪了 这个做包养的时候 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问题 排气管的那个是因为去年做饼杂沙的时候 磕了把它磕漏气了应该是 但是问题也不大 排气管的噪音也不是很大 现在最关键就是发现那个变速箱下边有渗油的迹象 变速箱上边也有 甚至那个变速箱上边那个电瓶下边那个支架 支架的背面 就是这个是电瓶 这个是电瓶的支架 然后下边是变速箱 这个支架的背面也有油字 跟修车师傅然后讨论了半天也没搞明白 这个油到底是从哪来的 然后怎么搞上去的 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是把那个所有有油济的地方清洗了一遍 最后的结果是 再开个十天半个月再过来检查一遍 看含有没有渗油的迹象 如果没有 那就证明变速箱没有问题 如果说有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 他不知道这个油是从哪来的 如果说有朋友们知道的话 可以发个弹幕 或者是在视频前发留言 然后告诉老多 这到底是咋回事 好老婆们 回家了 然后过两天的话 再去交警队查一下 看看车有没有伪彰 在外边玩了这一年多 看看有多少伪彰 哈哈哈